新生高架 我們現在出發要走新生高架 走新生高架往北投的方向去 很興奮 一方面很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緣 自己用文字寫的詩能夠在舞台上 等於是跨界的傳播 不只是文字的讀者可以閱讀 包括欣賞音樂舞蹈或者進出劇場的人 都能夠接觸到 所以是很難得的機會 每一個人根據他自己的身世經驗 根據他自己的學養 然後他做了一些新的體會 他很可能是擷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那他也很可能從正面或者背面 左面 右面 所以呢 每個人的感受會不太一樣 那古人就講說 師無打鼓 你用文字去解讀 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那特別是要把它搬到舞台上 它等於是另一種創作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得到了印證 還非常歡喜 有一種共鳴 那如果呢 產生一種很新奇的變化 我也會睜大著眼睛 也會很好奇 覺得說 竟然可以生出這樣的一個新的形式 或者是一個新的變種一樣的 也挺好的 我們已經到了建坦了 建坦 我們現在走中山北路了 中山北路 因為我們要到北投的七一排練場 早年我也去過那個地方 去世第一次詩劇場 第一場是讓風朗誦 是仰慕的詩劇場 那時候呢 徐彥林導演也有叫我們說 要去那個地方排練一下 所以這一次是第二次要去 現在這裡要去周美快速道路 周美快速道路 三分鐘就到了大葉路去了 很快 寫詩有時候你刻意去寫 努力去寫 那有時候寫的呢 坑坑巴巴的 非常刻意 不自然 那詩如果說 孕序在心中很久 偶然被一個什麼情景 觸發 它有時候自然就流入了 那因此我們有時候 在學校教詩會講說 生活非常重要 在生活中培養你的感性 對什麼事物的關切 敏感 然後當然你對語言文字的運用 也必須要掌握 這樣才能夠適時的表達 旅行其實太重要了 因為你在平常的生活軌道上 大概慢慢慢慢都視之為當然 所以你的感覺會頓化 不會那麼鮮細敏銳 因為都不新奇了 都不新鮮了 那所以呢 你常常要到不一樣的地方 你要走不一樣的路 然後你要做不一樣的事 你要接觸到不一樣的人 因此呢 你會有不同的感覺 不同的感受 有時候會一個人開著車 因為開著車比較自由 我大概在90年代 那時候最長的就是走北海岸 就自己開著車 走那個就是金山 萬里 石門 野柳 或者彎到淡水那邊 因為我喜歡看海 那海一方面有遼闊 遼闊的感覺 那它的遼闊又不是安靜的 它裡邊又有一種湧動 那一種湧動 深不可測 你就會覺得很神秘 因為面對大海 於是你就遠離了 都市的城銷 你又覺得有一種孤獨感 你在孤獨當中呢 比較能夠去叩問自我 比較能夠想清楚一些 自己沒想清楚的一些事情 那現在呢 現在也還是 現在有時候是為了要寫東西 住在家裡邊 有你需要關心的人 你有工作的場域 你有固定接觸的人 那有時候呢 這些把你的心思都佔滿了 那你怎麼能夠隔絕呢 擁有自己絕對的孤獨呢 這時候才能夠回到自己的內心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自己出去 為了要寫作的時候 出去待個兩三天 那通常就是有時候會帶著書 那有時候會帶著一個寫作的課題 對 眼中有淚 真的咧 念那個我移民首紀的第九章 就是卷一的第九章 我自己不想要哽咽啊 但是呢 你就 你隨著那個文字 你進到那一種場景 自然而然的 你就覺得非常難過 那這就是 淚水就出來了 那這個淚水就代表說 你對這個事情是真的有所感 你的感觸是很深的 只是平常沒有觸動 沒有被勾引出來 它其實存在在那裡 這東西沒有消失 你對那個時代的感受 你對那個時代 你所描寫的人的那種心理 或者他的悲歡 你可能也都有很貼近的一種感覺 你不會贏了 那你的臉 你會不會贏了 你因為這都在哪裡 你不會贏了 你不會贏了